今天想講一些特別的東西,就是星座 星座我略有研究 這次是一個淺談 星座有多複雜,可以很複雜 亦可以很單純,很簡單 星座只是描繪一個人的人格 例如,星座是八陽座,其實是描繪 對我來說只是一個語言 有沒有先天、後天的影響 是不同的,是有的 其實說明星座已經是天生的設定 一個性格上的設定 這個很有趣,很大爭議 究竟天生是否真的有一個設定 首先,如果你講得清楚,你就預料到這套是一個設定 如果你不相信星座,就會抄叉這條影片 就會抄叉這條影片 是兩碼子的事 但我都會用理性分析,究竟星座是怎樣 或者是準不準,或者現在的演變是怎樣 很簡單,譬如現在星座 有十二星座 在外國來說,人人都知道甚麼是十二星座 人人都會打開一本書揭 等同我們中國的十二星座 差不多 揭,看看性格 看看之後,自己入座 即是入座的潛意識 例如我八陽座 當然是比較自我一點 還有比較衝動一點 平時又比較勇敢一點 即是一團火這樣衝動 那你慢慢進入自己的潛意識 不知不覺間 你可能自己 可能 即是可能 不是那麼八陽座 都變成八陽座 有這樣的理論 即是後天的人 將這件事宣傳得太厲害 變成一種人格 即是自己灌輸 自己帶進去 這個有趣的地方就是 你現在這樣的狀態 當人人知的狀態 那星座就準了 準不是因為他先天準 是因為他後天的人 各個都知道 帶進去 變準 有一種這樣的看法 另一種看法就是 因為星座不單純 只有太陽星座 即是我們現在看 我們出生年月日 其實是看到太陽星座 太陽星座 就比較說 自己 即是整體的性格 整體的潛意識 或者是 小時候的性格比較強 人大了會比較像上星星座 甚至是月亮星座 那樣東西 女性會比較像 月亮星座的人格 那我就不說太深入 其實太陽 上星 月亮 這三個星座 其實本身都可以看到 很多東西出來 很多東西出來 為什麼一個人有三個星座 其實不止三個 我暫時簡化 有十幾二十個 要數都可以數 其實是在描繪 一個人對待不同事 那時候顯現出來的性格 這個很正常 用現代心理學來說 很正常 譬如我上班 當然是認真工作 那套性格又是一套 放工回家 當然是輕輕鬆鬆的 那時候的月亮星座 比較活躍 即是一個內心的性格 即是無所謂的 事無忌憚 甚至是晚上 夜能人靜 那時候自己一個 其實那個人格 都會像 月亮星座 即是會是月亮星座 出來的 太陽星座 其實就是 即是說明太陽 見人的 即是 用來曬人的 OK 用來曬人的 那個性格 就會 即是 小時候 對著陌生人 或者是 對著 對著 不太熟的人 就會像 自己的太陽星座 熟落了 就會變變了 做上星星座 有這樣的有趣事 出現 上星星座 其實是後天 慢慢自己 發掘了自己的性格 你就會 覺得自己的上星 會比較好用 甚至是會比較實在一點 是你自己 像你自己的 人格 那你慢慢就會變成 上星 然後你就會覺得 升上書是不準的 為什麼呢 因為你不知道自己 上星星座 所以呢 人到三十附近 你覺得 怎麼都不準的 太陽星座 明明說我是雙魚 但我又不像雙魚座 是有一點點 但是不像 這樣 原來你會發覺 原來我是人馬的 不奇怪 你找回來 上星可能是天蠍 或者是巨蟹 不出奇 這些都不知道 那你查回之後 你會發現 很神奇 又好像很準 當這三個星座 即是上星 月亮太陽 拼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準成度就很高 這個我 就是為什麼 我研究星座的原因 因為我自己也是 一開始不相信這件事 因為我覺得自己 也不像太陽星座 但是慢慢 我發現原來還要上星月亮 這樣找找找 咦 性格很像 然後 另一套說法 有人說 那些性格 來來去去都在那幾尾 不是內向又外向 不是多說到少說 是這幾尾 其實很簡單 只是分內向和外向 如果你是歸納來說 物質和非物質 沒有了 精神與物質 只是這四尾 內向 就是非物質 外向 就是物質 其實可能 只是分內向和外向 但是 如果你這麼單純 去說這兩件事 又沒有了 星座 星座本身 講一個星座 都很細細 亦都很細細 再研究下去 又會細分固定 原始 和變動星座 這些位置 都是有點準 你加起來 整套東西 你會覺得很有趣 一個整套的 整套的 首先 這是一個 一開始 一個 介紹 正題 講一下 十二星座 有十二個 其實他們分了不同屬性 如果大家不熟星座 是不知道的 十二星座是有分陰陽的 很簡單 何謂陰 何謂陰 陰的確會內向一點 陰的確會外向一點 陰的確會外向一點 給人的感覺 但有趣的地方 我已經講過了 星座有分三個 十幾個 最基本三個 之後那幾個 我暫時不算 這三個 裡面 有三個星座 那三個星座有分外向內向 也有分外向 有三個 ook ã arm 另外 另外 還有可以內外向 我意思就是說 陰陽陰 陰陰陽 蚵陰陰 陰陰陰陰 這些配合 這些配合 也可以 而 deshalb 就是把這三個星座 要處理 哪些傷害 不af integr白 例如我認識有些人,三個星座都是羊 例如獅子、八羊、天平和天平 人格會很外向,很活潑 例如有些人喜歡去玩,三個星座是比較內斂的 簡單的看法就是這樣 如果是陰陽陰,陰陽陰,那些人是平衡 有時外向,有時外向,看人,看情況 有時三個星座是對任何人都外向 可以誇張得這樣,力量外向的力量是很大的 我講完陰陽陰,我欣賞了這件事 他當然會提出你的好處,亦會提出你的壞處 其實我覺得,好壞是黏在一起的 一個人的優點也是他的缺點,不能分離 為什麼這樣說呢?你個人外向,喜歡玩 好,你便容易分心 是必然攜帶這個性格出來的 你可以說這個性格是好,又可以說他壞 是視乎你個人的嘴巴是怎麼說出來的 所以有些人不喜歡星座 為什麼呢?因為他覺得每句都批評 其實不是的,你每句都可以變成一個優點 是你怎麼說的 我每個星座都可以贊到他天花霧 天花亂聚都可以 又可以彈到他地底來都可以 反而看你的嘴巴是有多好或者多壞 或者如何平衡這兩者 我自己喜歡說好東西 我又不預期將一些壞東西說到很壞 我只不過希望就是 如果性格上有些好東西 你其實將他佩戴他其實是一種優點 你當他佩戴那時候 你就會得到一個答案就是無限大 起碼人都會積極一點 我是研究星座,我希望研究他的積極面 但你需要知道真的會黏住 這個缺點和優點缺點是黏住的 這個是肯定的 好,先喝一口水吧 好,剛才說的陰陽 那怎麼分呢?很簡單 梅花間竹這樣分 八陽座 就是陽 第一個星座八陽座 第二個星座金猴座陰 如此類推就可以了 還有一個分法 當然你忘記十二星座的順序不要緊 其實你忘記也很大劑 如果你忘記的話 你也不需要學這件事 OK 好了,那我講一次怎麼記 十二星座 我自己有套計法 有套計法 而事實上你要從他的符號去記 其實這個十二星座有些書就是這樣說的 其實這個源頭是從天氣收成那裡來的 是古代收成那時候去做那個符號和那個現象去掛勾 所以八陽座就像一棵草一樣 它有兩隻角 形容幽苗慢慢誕生 然後金猴座就是一個波 一個圓形的 然後上面有個弧 其實是在描繪一種精神狀態 一種精神的 代表它是一種採納 它想把東西藏在裡面 就像種子一樣 就像種了一朵花在地上 包實了 其實這些符號可以任你作 符號是固定的 但是那個故事是任你作 作到你自己記得為止 然後有雙子座 是兩畫的 兩畫的 跟著一個好像二字一樣 是代表一個連結的 我簡單一點講到符號 我講到我自己的技法 我自己的技法就是 通常人出世 通常只有一個人 一個人就像幼苗一樣 好像八陽座一樣 有種勇氣 亦都是無謂無懼 就是一團火去衝 所以八陽座是有少少無知的 給人的感覺 但是那種勇氣是可嘉的 其實做任何事都要勇氣 你沒有那種勇氣 你不知道事後的真相 或者是什麼 所以八陽座是有很強的動力 亦都是一種不會聽人說話的 是一種星座 所以一個人 一出世 我覺得好像八陽座 金牛座 其實是有少少 掌管錢的方面 金錢和物質上的東西 但他都會有精神上的完美狀態 他亦都會想到一些很完美的 但他對金牛座 當然對物質的東西 是比較重視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你出來工作 可能會賺到一些錢 那你就會開始要怎樣管理這塊錢 好了 記住 第一個星座是八陽 第二個星座是金牛 就是一個人誕生之後 OK了 然後就有錢 有錢就要金牛 就變得怎樣管理這塊錢 我就這樣記 所以你慢慢 我是有一套哲學的 這十二個星座 其實是講一套哲學的 所以我覺得很有趣 OK 第三個星座就是雙子座 雙子座 其實是講一些什麼哲理 是連結 朋友 其實很簡單 好了 當你有錢 你每天只有一個人 你需要朋友 需要一些情人 你才有一個家 所以這個家就等於四巨蟹座 四巨蟹座 這個符號就是兩個球 圍著 其實是兩個蟹座 相傳說是兩個乳房 沒有所謂 代表母愛 亦都是代表母愛 很正常 當你有雙子座 一班朋友之後 就開始建立家庭 可能有戀人 然後就有個家庭 就是一個種族 好像一個 以前的部落 一個人有錢 就金牛 有自己的收成 有自己的食物 就金牛 然後開始 有食物 當然是叫朋友一起吃 叫自己的女兒來吃 就變成雙子座 雙子座 有朋友 有戀人 然後就可以建立一個群組 就是巨蟹座 就像一個家庭一樣 好了 一個群組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需要一個領袖 就像獅子座 獅子座的符號 就是一條尾 這樣 那條尾 就是獅子尾 也是一個類似 我不知道 一個數學符號 這樣 其實挺有趣的 其實也代表自我 其實獅子座 跟白雲座有點相似 是一種自我 就是不會理其他人 總之我就是要一樣東西 是一種霸氣 那種感覺 一種太陽 因為獅子座 那種所屬的星是太陽 不是星 不是星 不是太陽 所以獅子座 是代表帝王的意思 你可以想 一些群組裡面 需要領袖 就是獅子座 某程度是需要自我一點 一個領袖 如果太理及他人的感受 他就不需要做決定 沒有決定是完美的 所以一個這樣的人出現 好了 這五個星座都很容易記 巨蟹有家庭之後 就有領袖 獅子座 第六個就是處女座 處女座 處女座就是 符號比較複雜 有點像天蠍座 其實就是處女座 他是一個完美主義者 這是最出名的完美主義者 也是看巿 比較細微 因為他有一個特質 就是把每件巿 拆散來做 或者把巿 分散來做 或者把巿 拆散來做 做一個很小的物件 所以有些人說 譬如 星座上 處女座 是最接近神的男人 道理就是這樣 因為他把物質拆散到最小 他可能就會見到一些 別人見不到的東西 因為也是追求完美 像神的境界 所以處女座的功用 是在於處理一些 日常事務 或者是服務人 或者是 處理一些很細微的東西 正常的 一個群組裡面 有獅子座 有領袖 但是也要有人 去負責一些比較細微的東西 就是一些瑣碎事 或者是怎樣完美化 這個群組 所以這個處女座是非常有用的 在一個群組裡面 有獅子座 自然有另一個極端 就是處女座 就是一個負責領導 一個負責 將日常事務去分配 好 有趣的地方 第七星座 就是天平座 第七這個數字很有趣 其實就是中間 就是12星座中間 這個符號 亦都很漂亮 又是一條直線 在下面 是代表物質 跟著一個大弧形 在上面 其實就代表精神和物質 如何平衡 你看到整個群組出來了 整個 整個部落出來了 但是你知道 當一個領袖 跟村民 一定會有很多爭執 這個時候 就需要一個法庭 需要一個平衡者 就是天平座 天平座 就是正義女神 高等法院上面的石像 蒙著眼的石像 就是 相傳就是 在那個時代 有很多紛爭 他嘗試去解決這些紛爭 但最後不行 人性的黑暗面太大 他都平衡不了 所以 就回到天座 他的星座 他都很努力 但真的不行 即是 告訴你 這個世事是沒有完美的 所以有些人說 天平座 會有一點點 就是 想力求平衡 但是 往往都是不做的 這件事 就傷害到自己 即是 有這樣的看法 但我覺得 沒有所謂 天平座 是一個 很優美的星座 相傳很多 英俊美女 在天平座 我沒有證實 我也沒有證實 我不知道如何證實 天平座 就是一個部落裡面的平衡者 平衡精神與物質 可能平衡領袖和村民之間的糾紛 可以這樣看 好了 第七個星座講完了 第八個星座就是天蠍 天蠍就是 類似處女座的符號 還有一條尾 其實 我自己覺得 天蠍座是一個戰士 如果要形容是一個戰士 戰士有什麼性格 就是要 達到目的不擇手段 還有 還有 這種性格 不要說他好不好 是這個部落裡面一定要的性格 這個性格是用來擴展的 主要是用來擴展 例如你一條村裡面 你怎樣保護人 其實是需要戰士的 如果沒有戰士是一些比較狠的 做事比較快 光脆利落一點的話 其實你是 沒有人保護這條村的 所以其實也是代表天蠍是代表戰士 相傳他的故事是 那條蠍子 就是咬那個獵戶座的獵人 很有趣的 十二星座裡面的故事 好像只有他的成功 我忘記了 只有他成功 即是每個星座都很悲壯 不是死又成的 但唯獨是他 他是搞得到獵戶座的 即是一個successful story 那是戰士 講完了 然後就是 需要一個戰士去保護 或者是佔領其他的村落 所以有些人就說他記仇 或者是報復 因為戰士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沒得解釋的 OK 戰士之後 就要射 然後下一個就是射手座 射手座就是一個十字 一個交叉的 就是一個戰爪 其實你這樣看的符號 也是有一種突破的感覺 即是他是 其實是射手座的 其實是象徵自由的 其實他是射手座 在一個部落裡面 因為其實有些人就 你預料了 喂 那你要進步的 那你是需要一些人去思考 一些東西 是比較 天馬行空一些 或者是不受框架的 當你有整個部落 有些律師的時候 可能有戰士有成了 但是你發覺 你去到一個地方 你會平頸 你整個村子的話 那你需要一些射手座的人 去幫忙 去想一些突破 去突破這個框架 因為他們的人 是不跟框架做事的 那反而可能會創造 另一個天空出來 所以射手座在這條 暴陸裡面 都掌管智慧 自由 這樣 這些就很有用 一個有智慧 有自由的人 這樣就可以令到村子 不斷進化 好了 射手說完了 然後就是摩蠍座 即是山羊座 山羊座 那個符號 也是比較難記 我經常都覺得 其實他的意思是 精神物質化 很抽象 其實他跟相羊座 好像是倒轉 他是一個 想法是物質 他是把精神的東西化作物質 他很希望 他希望 即是他希望 你們想那麼多 那不如我化作一件實物 那不如我化作一件實物 只是想不可以 或者只是有心靈的溝通 是不可以的 不如我們做一件實物 所以他要想一些物質 是物質一點 那也都是代表事業工 即是代表一個 其實有點像大老闆 那些老闆格 如果你說一間公司 山羊座 其實是代表老闆 即是因為他是把一些 你太想太多的東西 那不如我們實行他 實行他 實行他 這樣做 所以有一個人去這樣想 其實是好事 太過物質也不行 太過精神也不行 那些人會把他 化作一個方案去做 另外 水瓶座 水瓶座是一個水紋 一個波動 他有很多意思 其實都是一個 就是 好像水波一樣 有一個規律 他是很擅長看規律的東西 例如一個群組 可能要有人收集一些規律 去看看如何改革這個東西 其實水瓶也有改革的意思 這個星座 這個星座就是一個 是一個 代表有智慧聰明的星座 也是 因為他要看出規律 他才能夠 如何去尋求 那個 即突破 那樣東西 如何去 改革整件事 一個村落的改革 他可能看到這個村落 有很多問題 他人人都看不到 可能只是他才能看到那個規律 他就可能想這個規律 如何尋求這個改革 一個革命的先鋒 去做法 好 最後 雙魚座就是一個 兩個環 然後中間一環 其實有點像 代表一個宇宙 其實雙魚座放在最後 其實是 代表一個總結 如果八揚座是開頭的話 雙魚座就是一個總結 所以雙魚座會特別喜歡想過去的東西 因為他排到最後 他就是負責收納以前的知識 放在一起 好像一個圖書館一樣 你可以想像成 即是他 如果你說雙魚座是圖書館 八揚座的話 就是放新書的書架 八揚座就是 我一尾沖的 那些新東西都放在這裡 沖的不想的 那麼雙魚座就用來收納所有的知識 放進去 所以他的宇宙觀很大 包容性也是最大的 也就是在一個村落裡面 很多紛爭 很多人 不同的人 大家都需要怎樣去 找一個人 精神的領袖去包容他們 雙魚座有這樣的意思 所以我還有一套這樣的記法去記星座 其實你每晚都會記到 不知不覺說了半小時 其實星座還有很多事情 我今天先說到這裡 多謝收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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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收聽